人标题歌手2019重磅来袭荣耀V204800万AI超清镜头下的年度盛典1月11日 大家期待已久的歌手2019迎来了首播现场 真可谓大咖云及实力交锋 要说歌手这档综艺节目 今年已经是第七年此次湖南卫视携手荣耀手机 为我们带来了这一场乐坛年度盛典 这次亮相的几位大咖都是实力创作大神 并且风格各异 看来这期歌手主打创作技师没有错了 刘欢 祈遇 杨坤 吴清风 张欣 逃跑计划等实力唱江同台竞技 带来了一场别开生命的音乐大秀在节目中 有一位来自保加利亚与俄罗斯双国籍的 克里斯登克斯达小哥哥亮相 并以其成名曲收割了大片少女心 当然 除了强大的明星阵容 和让人沉醉其中的经典歌曲之外 成为歌手2019官方指定用机的荣耀V20 也是极具看点 先是节目开场前吴清风和张沙涵视频同化 大家就注意到了荣耀V20 外形独具魅力的V型光影 拿在手里真的是路人眼中的主角了 除了强劲的外表 这一次 荣耀V20可以说是突破了手机摄影的极限期拍出的照片 放弹后各项细节依然清晰可见 就连明星大咖唱歌时的表情也尽收眼底 这要得益于它采用的索尼IMX586感光元件 以及手机行业有史以来最高的4800万像素 再加上麒麟980的双通道ISP和双脑NPU 为手机成像带来了更加强大的图像处理能力 轻松捕捉节目现场的精彩瞬间 拿后台明星的合照来看放大后 定格每个人的脸庞 可以看到 它们面部轮廓清晰可见 不可谓不强大 由此看来荣耀V20的4800万AI超新摄影 确实有着不俗的表现 俗话说 抵大一级压死人 还真不是空学来封 荣耀V20所采用的索尼IMX586 达到了目前手机领域内最大的12.0英寸的大尺寸传感器 该传感器拥有全新四像素合一的Quadbear阵列四个同色像素同时采样 通过增加拍摄镜光量 来少噪点从而得到一张等效1.6O像素的高感光度及高分辨率照片 确保成像更加的清晰完美歌手2019带给我们的是音乐创作的极致 荣耀V20则带给我们手机摄影的 急着它通过四像素合一有效地提升了单个像素采光能力 进而达到减少噪点的目的 得益于其0980的双通道ISP和双脑NPU 其AIS手持超级夜景加四像素合一 更是有效地提升了相机采光能力 使得暗光环境下拍出的照片也依旧清晰总的来说 放眼当下手机市场 荣耀V20的拍摄清晰度可以说是一席绝尘